十三爷 十三爷 这可好你在 本王真没见过像你这么 真性情的女子 我这么着急赶回来 是有重要的事情要请你帮忙 我就是个小北漂 一没钱二没事的 我实在是不知道贵族是什么 你是大名鼎鼎的十三爷 你教教我吧 教教我 你教教我 什么呀 求你了 求你了 态度不错 不过 我不是贵族 我是皇族 是 十三爷 既然你也知道我是大清的十三王爷 而我现在就在你们一起 这不就够了 就 他我们一起去 这不过 这不就是你 这不就是这不错了 我现在就在家族一心里 我还在家族一心里 我可以在家族一心里 我已经在家族一心里 本来 你是想嫁给本王 嫁你 嫁给爷 成为尊贵的十三福晋 自然贵气逼人 回忆十三爷 我没跟你玩过家家 我是认真的 你觉得 我像在开玩笑吗 你不是像 你根本就是 这样吧 除了嫁你 什么都行 什么都行 那你能不能 让我再感受一下你的世界 你的脸里我很紧 我可以触摸你的气息 你的笑容 留在蓝天里 寂寞的屋底 没有你的身影 定格在我脑海里 只是你 孤寂 本王还真没见过 像你这般大胆的女子 你是喜欢本王了 没有 外国人亲一下是李 李你懂吗 我就是用李 让你感受一下这个世界 没有其他非分之想 你的脸 很红啊 哪有啊 热的 热的 女人 果然是口是心扉 干吗 还要不想得跟良人试掉 我不跟您说 我会带几样东西来 让你看看什么才叫皇家宝物 好 这可贵中了 给我吧 十三弟 你这排场弄得 还真挺大啊 我老十三要不就不做 要不就做到最好 四哥 我上次 好了 雪儿 桃花探水深千尺 都不及四哥与我十三千 来 说好了啊 这戒归戒 到时候你可不能 我知道 四哥 放心吧 来 那好 雪儿 就放这儿 我还没说完 我说这戒归戒 到时候你可不能 太过沉迷 我知道 我知道 去吧 四哥 走 小薇 快过来看 本王给你带来了 什么好东西 哇塞 这个 西域献给皇阿玛的花瓶 真好看 这个 上次出征的时候迎来的香炉 拿不到 我拿给你看 你看 我笛子被这么多皇室宝物包围着 我真是做梦都没想到 其实所谓贵气 未必是三千诸旅 翠宇民当 起立华贵只是庄典 而清静柔和的本质 才是最值得尊重 传承 谢谢你 十三爷 你们现代人表达感激 不是会有一个 拥抱吗 你这灯我也有一个 是吗 你看啊 我这盏灯是别人送的 就是你出现的那天晚上 而且只要它突然亮起来 你就突然出来了 这灯还不是个寻常珠 这么看来 这灯还不是个寻常珠 这灯坠竟然是红宝石所致 与宫中一般的不同 莫不是牵引我们俩缘分的 瑰宝神凳 是不是还有好多东西没给我看呢 这是什么呀 这是皇阿玛的宫 上次狩猎 皇阿玛赏我的 康熙用过的锅 想不想试试看 过来 闭上你的眼睛 用心感受 按照我给你的指令做 来 保护我 戏尘丹铁 我终于摸倒了 但是我想 留笑脸给你 十三爷 虽然你不真实 可我觉得遇见你 我特别幸运 你这是承认喜欢我了 说喜欢还太早呢 我就是觉得特别开心 谢谢你为我做的一切 你这是要过河拆桥啊 没有 我还有事想求呢 你快来 十三爷 这些建筑都有些破落了 也看不出设计格局 你帮帮我吧 你这女人 是不是有点得寸进尺 熏兵夺主啊 这是我的家 十三爷 考虑一下 修丽华跪只是装顶 这敢如何鼓劲传抽 果然虚心仇.* 你看这条线 不在它的中轴线上 所以这个缺少的部分呢 你就按照另一半的部分 把它给补上来 试试看 初步搞以不渲染的设计 将古今结合 带出氛围 并且 带出了空间的最本质 以上就是我的全部设计 大家如果有什么问题 我再做补充 你们有什么问题吗 这个方案 对头了 这个概念充分展示了皇室贵旗 很好 我现在决定了 把这个项目交给小薇 你来负责 谢谢 谢谢 我一定会继续努力的 以后你要全心全力地 协助小薇 尽量为她调配资源 好 我知道了 可不行不行 这是她自己做的 我要好好感谢她一下 爷 那个好啊 你看那个 爷 你看那个 你看那个 来 来 帅儿 这薔薇开得比宫里的交叶 去问老板多少银子能卖 爷 您要买回宫里呀 怎么 不行吗 行 我只不过觉得银民变了 您一会儿啊 要搜落各种宝贝 一会儿又要买回宫里呀 我要样式房的烫药 现在连花都惦记上了 你不觉得 这样的日子更快活吗 那倒也是 去 老板 这份墙尾我要了 好嘞 两个字 您拿走 您拿走 爷 口辣 要是他也能看到这个景色就好了 不就是一条街吗 有什么可看的 你不懂 爷爷您与其这样 天天心心念念的 还不想办法 把这个女子带到身边 我也想知道 不就一个女子吗 至于这么魂前面绕的吗 你懂什么 你懂什么叫男女之情 算了 冰糖葫芦 本王还真没见过像你这般大胆的女子 你是喜欢本王了 没有 外国人倾向是礼 礼你懂吗 喜利华贵只是庄典 而清净柔和的本质 才是最值得尊重和传承 让小魏 小魏 爷 来 爷 怎么了 您在找人吗 难道是看到梦里那个姑娘了 夜有所梦 夜有所思吧 一定是看错 走吧 准备今晚过七夕 实在也一定想早点睡觉吧 是我 吓死我了 刚刚外面好像有人在跟着我 我还以为是阿玛派人盯尚 又抓我回去呢 没事 有我在 我这次出来 多亏了姐姐帮忙 你家人知道了我们的事 才把你看这么紧 我阿玛现在紧逼我进宫玄秀 我去了 就是一辈子 表哥 姐姐说得对 如果我们想要在一起 就要远走高飞 去一个没有人认识我们的地方 好好过日子 可是 表哥 眼下就要到了选秀的日子 我们再不走 就来不及了 如果我被选入宫 我宁愿去死 躬身四海 我怎么会舍得你进宫 因为 你一个弱女子 都愿意为我背负私奔之罪 身为七尺男儿 我又怎么能辜负你 我们远走高飞 好 时机一到 我就离开这儿 好好 马上下来 小薇 不好意思 我今天不能跟你一起下班了 都这么晚了 你赶紧走吧 那你忙完了赶紧回去 好 拜拜 小冰 你把这份有保密协议的资料 送去大友监社 可以明天再送吗 明天能做的事情 我就不需要你今天去送 可是我已经约了朋友 没事 我帮他送吧 别人的事情你就别管了 我刚来公司 正好去熟悉熟悉客户 锻炼一下 那就麻烦你了 没事 小薇 谢谢你 赶紧走吧 那你注意安全 走啊 你祝安全啊 拜拜 拜拜 我付出了这么多 怎么会输给你呢 我一定不会想你好过 太热了